6月3日 四川省纪委监委 微信公号连结四川发文披露了 雅安市保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沈雷的违法犯罪细节 沈雷出生于1985年 2014年1月参加工作 曾任保兴县原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 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任林关镇副镇长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2023年4月 沈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保兴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3年6月 沈雷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23年10月 沈雷因犯受贿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30万元 2009年 沈雷在雅安市一家房地产公司 从事行政工作 2013年 雅安市保兴县公开考核 招聘综合类事业单位 仅缺专业技术人员 需符合学历学位等要求 且不要求进行比试 沈雷建有机可乘 净胆大妄为 伪造土木工程专业的 全日制本科毕业证书 工学学士学位证书 通过人才引进 终于成功上岸 被分配至保兴县建筑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 或许因为成功来得太容易 入职不到一个月 沈雷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收手红包 经查 在短短六年间 沈雷利用职务之变 为他人在项目创建 项目安全文明施工平分 项目监督检查等方面 谋取利益 先后57次收受财务 共计102.42万人